哈喽,大家好,我是昭阳。新赛节的英超是结束了首轮的比赛,那么我们就进行一个简短的回顾和快评。 首先来关注一下卫冕冠军曼城,在节目战中,他们是3比0战胜了伯恩利, 同板马在主场迎接目前的英超航母曼城队。 那么3比0的这个结果也算是情理之中,其实大家也都能估算得到。 哈喽德在本场比赛梅卡尔都算是给自己在新赛季开了一个好头, 但是德布劳内非常的不走运,第一场比赛就旧伤复发。 年纪又大了一岁,德布劳内的身体机能如肉眼所见般是在快速的下降, 有时候我们都能看到他在球场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 看来京都安离开给曼城队带来的损失是比较大的,即便是帕奎塔到来的情况下, 那么他和科瓦气息能不能成为京都安的替代者呢? 其实,罗德里在新赛季正在逐渐成为曼城队隐形的新帮主。 那么格瓦迪奥尔在获得了11分钟的出场时间内,在赛后是拿到了7.0分,堪称可以说表现不错。 那么在新赛季如何找到一个给哈兰德传球的人,这个是瓜迪奥拉的一个大的课题。 菲尔福登和阿瓦雷斯在新赛季将会获得更多的重用,在瓜迪奥拉的手下是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阿森纳2比1战胜了诺宁汉森林,枪手在这个夏天是花费了2.4亿英镑来进行点源。 哈夫茨和赖斯这两个在英超是声名在外的汉将是都来投靠。 那么可以说枪手老板是给了这支球队足够的支持,而萨卡依旧能够拿出枪手大腿的表现。 恩凯迪亚也在成长,那么在新赛季他将会给这支球队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帮助。 那么剩下的就要看阿尔特塔的战术安排和临场的执行力了。 本轮的一场焦点的比赛,切尔西坐镇斯坦福脚来迎战六普,双方经过了90分钟的激战是1比1握手言和。 在赛前两队是因为布莱顿后摇凯赛多闹得有点不愉快,但是无奈,恶瓜多少人是心系蓝军。 六普也算是尽力了,对于芬威这样的一个精灵策略来讲的话,能够拿出1.05亿英镑已经算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数字了。 应该说也是表达了对这名球员的足够的渴望、欣赏和尊重。 那么这场比赛呢,两队是打成了平手。 利物浦在今年夏天的演员是很成功的。 麦卡利斯特和索伯斯勒伊坐镇中场,这个出球和控制是能够给红军的攻击手们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援。 而萨拉克依旧是安菲尔德的法老和国王。 那么在季前赛上表现出色的加克波努涅兹和在本场比赛打进一球的哥伦底亚边峰路易斯特加斯呢, 那么在新赛季呢都会获得大量的机会和有机会来收获进球。 利物浦的这个更新换代啊,在没有受到很大冲击的情况下就顺利的完成了。 那么除了上面说的凯赛多呢,南普顿的拉维亚也是即将加盟蓝军。 在新赛季啊,切尔西的中场是堪生年轻又豪华。 那么阿根廷中场小将恩佐呢将会放心的位置前提来展现出他在进攻组织方面的更多的才能。 那么能够帮助他啊找到在葡萄牙本飞卡时候的感觉。 那么以恩佐的表现呢,相信啊以蓝军这样的平台他将会拿出世界级的表演。 然而呢,麦卡和恩佐在英超的两大豪门之间都充当了中场灵魂的人物。 那么最高兴和最大的受益莫过于阿根廷的国家队和球王梅西。 而通过这场比赛呢,波叔波切蒂诺也确实证明了 阿也确实是有实力的。 林章指挥和调整是真的有一套。 那么等到恩坤库复出,罗伯逊打开账户。 穆德里克找到状态,那么切尔西就要开足马力了。 通过曼联本轮是1-0小胜了狼队。 格兰名帅腾卡克本场比赛排出了4-1-4-1的阵型。 卡赛米罗单后腰在弗雷德转回到土耳西之后, 这支球队里边纯正的后腰就剩下的卡赛米罗。 两边的安东尼和加大乔都是以进攻为主。 很少回撤能够帮助到防守。 安东尼的表现比上赛季稍好一点,减少了浪射。 但是呢,距离他在阿甲克斯时代的灵性还差一些。 加大乔失误频繁。 而BV在中场起的串联进攻的作用, 同时也造成了他很难分身和及时的帮助到卡赛米罗。 在本场比赛,卢克肖和利把都得到了黄牌。 这个也是中场空虚造成的。 狼队的两个前锋,尤其是库尼亚, 是经常大不流行的通过了红魔的中场。 更加显示出了曼联腰部的软肋。 相信当曼联遇到更强的对手的时候, 曼联的这一个弱点就要被放大。 其实本场比赛,如果狼队的运气好一点的话, 那么库尼亚把握机会的能力再强一点, 曼联队也许将会很被动。 这场比赛,曼联队的两大心源奥拿大是值得表扬, 门线技术和反应都在线。 而芒特的表现呢,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本轮热次客场2比2占平了布伦特福德, 在凯恩离去之后, 孙兴也是带上了队长秀标。 但是感觉也许在这个赛季呢, 亚洲天王的称号也许会迎来一个更替。 那么布莱顿的三山勋三球王呢, 将会获得这支球队更多的重用和机会。 而热次在这个赛季的目标呢, 也许就是能不能保住他们BIG6的这个称号了。 说到了布莱顿呢, 这支球队在今年夏天是狂赚了3.94英镑。 他们有了更多的更充裕的资军来夯实球队, 来有机会和有时间有能力开发出更多的深藏巨大潜力的球员。 那么作为一支小本精英的球队, 稳步提升自身的战斗力, 不要好高误远才是正道。 最后呢来说一下英超索伦最大的惊喜就是洗血军团纽卡斯尔, 5比1大胜阿斯顿维拉。 在沙特财团入主之后, 洗血军团是机身英超BIG4, 那么低调而有实力但不奢华。 帕纳利是把他在AC米兰的大火状态带到了英格兰。 看好他们在本赛季继续本居前6, 冲击前4。 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其实呢我还想聊一聊内玛尔加盟沙特的消息, 但是呢又不知从何说起。 一方面呢是巴黎这支球队的原因和想法, 另一方面呢还有内玛尔这名球员本人的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的球迷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有您的想法的话, 也请您呢在留言区与我互动。 好,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